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米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呢大米要带给大家的不是一款手机的评测 也不是两款手机的评测 而是2016年上半年主流切片机的横向对比评测 它们分别是这个红米Note3全网通 魅兰Note3 乐视2 荣耀5C以及360N4 因为俗话说的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过笔货 那么这五台切片机到底谁的表现会更加出色呢 我们废话不多说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吧 谈到智能手机啊 闹不开的一个话题呢那就是性能 虽然现在网上有很多网友在说啊 这个智能手机的性能已经过剩了 我们平时压根就用不到这么多性能等等 但大米始终觉得所谓的性能过剩呢 其实是一个唯命题啊 你家妹子会嫌你性能太给力吗 并不会 而且对于切片机来说呢 所谓的性能过剩就更是扯淡了 这一次五台切片机用的这个SoC呢 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有不同啊 那么我们就先从他们的发布时间顺序 来简单了解下他们的参数配置 红米Note3全网通呢 用的是高通的骁龙650处理器 由4个1.4GHz的A53小盒 加2个1.8GHz的A72大盒组成 图形处理器呢为Arduino 510 用的是台积电的28纳米HPM工艺 魅兰Note3呢 用的是联发科的P10 但是需要注意一点啊 就是魅兰Note3搭载的这颗P10呢 是降频版 也就是MT6755M 由4个1.0GHz的低频A53小盒 加上4个1.8GHz的高频A53小盒组成 图形处理器呢 为Mari T860双核版 用的是台积电28纳米的HPC Plus工艺 相比28纳米HPM呢 高频性能差了一些 但是低频的功耗相对来说更低 乐视2以及360N4呢 用的都是联发科今年的旗舰处理下 10核X20 拥有4个1.4GHz的A53小盒 4个2.0GHz的高频A53小盒 以及2个2.3GHz的A72大盒 图形处理器呢 为Mari T880四盒版 用的是台积电的20纳米工艺 当然乐视2和360N4的区别在于 乐视2用的是X20标准版 而360N4呢 则是用的降频版 大核心从原来的2.3GHz 降到了2.1GHz 其他规格方面呢 基本上一样 而罗亚5C则是首次搭载了自家的这个海斯650处理器 由4个1.7GHz的A53小盒 加4个2.0GHz的高频A53小盒组成 图形处理器呢 为Mari T830双核版 但是需要注意点 就是70650呢 是这些手机装 唯一一个采用16纳米工艺的处理器 理论上呢 功耗和发热会更小 那么这五款处理器 谁的表现会更加出色呢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千元机性能大PK环节 PK环节中呢 总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跑分 第二部分呢 是日常使用 第三部分呢 是这个游戏性能测试 通过理论结合实际啊 来看一下谁的表现会最优秀 首先来看一下Geekbench的CPU跑分 从实际的跑分成绩来看呢 在单核性能上 拥有A72大核加持的360N4 乐视2以及红米Note3全网组呢 表现要更好 实际的跑分成绩啊 都在1500左右 要比另外两款高不少 70650虽然和P10一样 用的都是A53小核 但是由于这个频率更高 所以说跑分成绩呢 自然也要更好一些 而在多核性能方面 360N4呢 可以说是遥遥领向 乐视啊 次之 70650稍好于这个骁龙650 P10呢 则依旧是垫底 接下来看一下3DMark的GPU跑分测试 这一部分的测试呢 X20和骁龙650表现啊 依旧是比较接近 70650呢 落后不少 P10呢 则是依旧垫底 所以在跑分这一环节呢 360N4成绩最好 乐视2和红米Note3全网组呢 并列第二 荣耀5C呢 第三 魅兰Note3呢 垫底 下面进入我们日常使用这一环节的测试 首先来看一下这五台手机的日常APP打开速度啊 因为五台手机同时对比的话 两只手操作起来确实很有压力 所以说我们启动了另外一个模式 那就是连续打开10个APP和一个3D游戏 看看谁的加载速度会更快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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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五台手机安装一个大型程序所需要的时间 这也是我们平常使用手机时典型的应用场景 他考验的是CPU的解压缩能力以及存储芯片的读写速度表现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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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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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确实要好上不少 略显方正的机身 加上不太浮夸的拉斯工艺处理 使得龙耀5C看上去会更加的硬朗 虽然机身周围一圈依旧是塑料材质 但是加入了纹理设计之后 使得金属和塑料的衔接部分 看上去不会过于生硬 大米觉得这个设计 要比红米Note3那种 直接的三段式拼接更有设计感 只是当你看到手机的正面时 之前产生的好感瞬间又没了 宽边框低屏占比 导致5.2寸屏幕的龙耀5C 在机身的三维尺寸上 其实并不小 边框宽度更是达到了4.52毫米 屏占比也是五台手机中最低的 最关键宽下巴的同时 依然内置了屏幕虚拟按键的设计 所以说龙耀5C有种背影杀手的感觉 背面看着还不错 但是正面依旧是满满的廉价感 而且屏幕貌似也没有输水涂层 相比其他四台手机 日常使用的时候更容易留下指纹 看来还是要额外购买一张钢化膜 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虹米Note3全网头 在之前的视频中 已经给大家详细介绍过了 典型的三段是金属冲压后感 上下两段是塑料拼接件 圆形的摄像头 圆形的指纹解锁 大小一样相互对称 并且摄像头和指纹解锁部分 也加入了CNC的高亮边 相比同样是双圆对称的360N4 质感上确实要更好一些 但虹米Note3总体的设计 依然只能算是平庸的类型 金属和塑料直接的拼接 在视觉上会有明显的威和感 正面是传统的塑料包边设计 相比金色和银色版本的镀铬塑料条 达米绝的黑色版本相对低调一些 而且不俗气 可以说在千元机里面 红米Note3的设计没有太多亮点 但是也没有太多槽点 总之中规中矩吧 从机身的工艺角度来说 乐视2是千元机中 为数不多的金属一体机身手机 所以乐视2正面和背面的CNC亮边 是完整一体的 在整机的金属质感上 确实要比其他手机更好 当然即便是金属一体机身 由于成本的限制 乐视2在工艺细节上 和售价2000左右的机型 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比如用的还是上一代的 开窗式塑料贴片 正面的金属边框 能明显看到一些线道的痕迹 西屏状态下 一块5.5英寸的大屏幕 占据了手机的大部分空间 这种超高的屏占比第一眼看上去 颇有几分视觉冲击力 但是大家也知道 所谓西屏美如画 两屏赫赫达 虽然大部分网友会觉得 ID无边框设计不好看 但是依旧有很多厂家 前赴后继的跳入到大坑中去 而且乐视到目前为止 主打的颜色 依旧是略偏粉的玫瑰金 正面的面板永远都没有黑色 所以说能不能接受这种设计 就完全取决于你个人了 如果说之前的四台手机 只是在某一点上做到了设计提升 那么今年的魅蓝Note3 可以说在千元机这个价位上 真正能够让你眼前一亮 虽然从整体的金属工艺上来说 它和红米Note3一样 上下两端都是塑料拼接件 但是魅族巧妙的在冲腰后改和塑料之间 加入了一个剔槽 使得金属和塑料之间的过度 不会再像这个红米Note3那样显得比较生硬 就好像歌词里面唱的那样 一点点改变 有很大的差别 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 正面的光线距离感应器和摄像头 都做到了这个对称 底部呢 则是魅族经典的这个MBAC腰元件 配合新加入的2.5D玻璃 魅蓝Note3正面呢可以说是格外的清爽简洁啊 特别对于白色机型来说呢 亮屏之后的黑边控制也是非常良心 对比其他四台机型 魅蓝Note3在这个价位上呢 颜值还是妥妥的要更高一些 最后来说一下手感 五台手机呢 除了乐视啊 拿在手里啊 有明显的歌手感受啊 其他四台机型日常握持的时候呢 表现都还不错 当然魅蓝Note3和360N4呢 在整机的弧度设计上啊 要更加贴合手掌 说一说握持感受 相对来说最好 曝光设计的好看鱼服啊 其实是见仁见智的事啊 这里呢 大米简单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魅蓝Note3呢 无论是外观设计 还是这个握持手感 确实是五台手机里面表现最出色的 这个乐视2呢 虽然说这个工艺 金属工艺啊 是五台手机里面最好的 但是ID无边框 加上这个极为歌手的手感啊 整体呢 谈不上出色 而龙耀5C和这个360N4呢 整体的外观设计上有一部分亮点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一个正面比较廉价 一个背面比较廉价 而这个红米Note3全网头呢 可以说是没什么亮点 但也没什么明显的槽点 是最中庸的一款 当然外观设计方面的得分呢 其实是大米个人的判断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觉得哪一个更好看呢 在上一次微博的投票中呢 切片机的续航部分 以21.5%的票选 成为第三大购机要素 那么这五台千元机 实际的续航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谈谈续航离不开的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电池容量 这一次 R12龙耀5C的电池容量呢 为3000毫安时 360N4呢 为3080毫安时 相差不大 红米Note3全网通 和魅兰Note3的电池容量呢 则分别是 4050毫安时和4100毫安时 相比另外三台呢 要高出一大截 而在大米的200尼特亮屏续航测试中呢 同样也不错 达到了8小时35分 中度使用一天呢 基本也没什么问题 但360N4和乐视二的实际表现呢 就不太理想了 这一定程度上 和X20的功耗发热有关 毕竟这两台手机的A72大盒呢 不会像Pro6那样 一直是锁合状态 如果你是一个社交 手游不离手的用户 那么这两款手机呢 就免不了充电宝伺候了 当然除了续航外 充电速度呢 自然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测试环节 毕竟现在手机的充电时间呢 是越来越碎片化了 更快的充电速度呢 可以一定程度上 弥补手机本身的续航不足 五台手机中 乐视二的充电器规格呢 最强 最高呢 支持24瓦的快充 360N4自知 最高呢 支持14瓦的快充 而红米Note3全网通 和魅兰Note3呢 都是5V2A的充电规格 不过这里还是要吐槽一下 这个荣耀5C的充电的话 竟然只支持这个5V1A 毕竟第一端的百元机呢 现在也都支持5V1.5A了 从实际的充电速度来看呢 乐视二的充电速度啊 确实是五台手机中最快的 15分钟充电31% 30分钟充电56% 一小时充电93% 基本上和这个旗舰机的充电速度啊 差不多 360N4的充电速度呢 表现也不错 但是相比乐视二呢 还是慢了不少 魅兰Note3和红米Note3呢 由于本身的电池容量更大 加上充电的功率一半 实际的充电速度呢 要比另外两款慢不少 完整充满呢 需要两个半小时左右 当然这五台手机中 充电最慢的呢 当属这个荣耀5C了 虽然只有3000mAh的电池容量 但是由于只标配了 这个5V1A的充电头 完整充满呢 需要将近三个小时 着实有些慢 从实际的测试结果来看 目前的千元机呢 在快充和续航之间 确实很难做到这个均衡 比如说乐视二和360N4呢 充电速度不错 但是续航就不太给力了 这个魅兰Note3和红米Note3全网通呢 续航比较不错 这个充电速度呢 就一般般了 当然在两者无法兼顾的情况下 大米更愿意选择这个 续航高的机型 毕竟你不会随时随地 都把这个快充头带在身边 对吧 在以往的千元机大战里面呢 系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因为在硬件配置接近的情况下 系统的易用性呢 决定了这个体验的差异啊 那么经过这两年的发展呢 国内的定制系统 到底进化成了什么样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锁屏界面 除了360OS呢 是向右滑动进行解锁外 其他四台系统呢 都是向上进行解锁 对于大屏手机来说 向上滑动的易用性呢 会更高些 当然啊 有了指纹解锁之后 其实往哪边滑都无所谓 毕竟滑屏解锁的操作呢 会越来越少 既然谈到了指纹啊 就不得不说下 五台手机的指纹解锁速度了 从解锁速度上来说呢 荣耀5C和360N4最快 乐视2呢 第二 红米Note3全网通 和魅兰Note3呢 相对来说最慢 不过五台手机呢 只有这个魅兰Note3 有解锁动画 其他四台都是直接亮屏 解锁画面看起来呢 会有些声音啊 而在这个指纹支付的功能支持上呢 除了红米Note3外 其他四台都支持这个支付宝的指纹支付 解锁进入桌面后呢 五台手机默认的UI风格啊 顿时就有了明显变化 简单规格类 MIUI for RME呢 这类属于比较简约清新的现代风 乐视和360呢 整体的图标颜色啊 相对来说会更加艳丽 属于那些鲜亮的类型 而EMUI默认的主题和壁纸啊 就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了 说他清新吧 第一屏的感觉确实还是比较简约统一的 但是图标呢 并不是采用这个扁平化的设计 而到了第二屏第三屏 应用图标和系统自带的图标呢 就形成了很强的违和感 而这种UI界面的不同一性呢 给人主观的感受啊 就是有点凌乱 而UI设计的细节是否统一美观啊 就好比我们看一台手机的外观设计 它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对整部手机的使用感受 这一点上呢 Flyme和MIUI明显要更深一筹 无论是系统图标还是自带的应用啊 整体的视觉感受上呢 会更加协调统一 而在系统的交互设计上 虽然这几年大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啊 但是从整个系统的诸多细节上来看呢 MIUI和Flyme呢 依旧要领先其他定制系统一个段位 比如我们常用的通知栏 华为的EMUI呢 必须要从这个屏幕的顶部向下滑动啊 才能呼出 这对于大屏手机来说呢 操作起来确实会有些麻烦 而且通知消息一多呢 左右切换的这个快捷工具栏啊 就有些不太方便了 需要先清空这个通知栏的消息 再进行滑动操作 EUI的这个下滑通知栏呢 只有这个通知消息 传统的快捷工具按钮呢 需要点击这个菜单键啊 才能够呼出 但是这个主界面从EUI1.0开始啊 就已经存在了 到现在呢 基本没什么太大变化 卡片式的任务管理界面呢 过小 不方便预览 有时候你想切出去看一个电话号码啊 需要重新点击进入这个电话应用 才能看清楚 不像其他系统那样 可以通过卡片式的任务管理呢 直接进行预览 而且顶部的这一排小工具呢 实际的操作效率啊 也是比较低的 基本上很难用单手操作完成啊 360 OS呢 更像是一个极大成质啊 多数功能呢 它都有 而且自带的应用中呢 也有一些好玩的东西啊 比如说位置穿越啊 分身管理啊 侧脸铃啊等等 只不过官方把这个叫做黑科技啊 不知道是向小米致敬呢 还是向黑科技致敬啊 系统的功能点和基本的交互逻辑呢 没什么问题 但是总感觉少了一些特色 有点闽然大众的感觉啊 纵然这两年呢 各家的安卓定制系统啊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从整个大环境来看呢 UI for me呢 依旧是牢牢占据了这个第一梯队的位置啊 无论是易用性还是整体的UI细节 它们都是好看好用的典型代表 这一点上呢 确实要比其他三个定制系统更加出色 当然这里还是要吐槽一下 米油i的广告推送啊 虽然一部分的广告呢 是可以关闭的 但还是那句话 在这些关键的操作节点上呢 强行推送信息流 或多或少会影响用户的体验 甚至影响米油i的口碑啊 在六个选项中 屏幕部分的票选啊 只有6.6% 排名倒数第二 其实呢 也不难理解这个结果 毕竟在高度成熟的LCD市场 同价位的屏幕素质呢 差距不会太大 五台手机啊 除了这个龙耀5C 屏幕尺寸为5.2寸 其余呢 都是5.5寸 并且呢 都是1080P分辨率 所以在屏幕的精细度上 没有太多的区别 可以说五款手机的屏幕表现呢 各有优缺点吧 亮度方面呢 龙耀5C表现最给力 将近500尼特 乐视2和360N4的屏幕色域更广 所以说屏幕的色彩表现呢 也要更加丰富 在显示白色画面的时候 360N4的色温呢 达到了9000K啊 对比其他手机呢 看着会有些偏蓝 而乐视2的7800K色温啊 在对比其他几台这个8000K 甚至这个9000K色温的屏幕时呢 则会显得有些偏黄 当然如果单独看的话 其实不会感觉有明显的偏黄 因为7800K色温呢 也是属于一个正常值的范围 露光控制方面 五台手机呢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露光 红明露的3和乐视2的露光呢 最为明显都集中在这个顶部啊 总之在屏幕这一环节呢 五台手机在对应的价位上 都是表现中规中矩 如果非要矮中取长的话 乐视2的这块屏幕呢 综合素质要更高一些 相机功能呢 放在本次评测的最后部分 因为它在之前的调查中呢 只获得了6.5%的票选啊 看来大家对于千元级的相机部分呢 其实是不抱有太多希望的 经过大米几十组的样张对比之后 再一次证明 目前千元级的相机呢 依旧处于这个能用 但是不好用的状态 虽然除了荣耀3C外 大家都用上了这个香味对焦 摄像头呢 也是标到了1300万像素 到1600万像素不等 但是在呈现的综合素质上呢 依旧不给力 比如这组红绿植物的样张 360N4呢 明显偏蓝 乐视2整体的画面呢 有些泛白啊 观感不是很好 相对来说 龙耀5C白平衡和色彩 还原呢 比较到位 魅兰Note3轻微偏黄 红米Note3呢 则是轻微偏绿 但是到了这组样张中 龙耀5C中间的植物偏黄 魅兰Note3呢 是整体的画面偏黄 乐视2呢 依旧是雾门门一片 红米Note3呢 色彩饱和度过高 相对来说 360N4的色彩还原呢 在这组样张中 表现更好一些 放大后来看一下 这组路灯的样张 解析力方面呢 1600万像素的 红米Note3表现不错 但是同为1600万像素的乐视 总给人雾门门的感觉 360N4呢 略好于这个龙耀5C 魅兰Note3呢 则是涂抹感严重 这组夜景中 360N4的亮度不错 纯景度呢 也是五款手机中表现最好的 龙耀5C呢 则是暗沉了一片 乐视2的灯箱高光部分呢 有些过曝 魅兰Note3也不错 但是天空的颜色 会有些偏蓝 红米Note3 明明是显示对焦成功了 但是放到电脑上一看呢 则是模糊一片 感觉是没对上焦 但是到了这组夜景中 360N4呢 则是出现了明显的偏黄 龙耀5C呢 则是漆黑一片 而乐视2的高光部分呢 依旧是过曝 魅兰Note3 天空偏蓝 红米Note3呢 则是偏绿 总之啊 五台手机相机部分的表现呢 都只能说能用 但是距离好用呢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啊 如果非要矮中取长的话 我觉得龙耀5C在白天拍摄的环节呢 白平衡定性和宽容度呢 相对来说是五台手机里面最好的 当然在夜景的表现上呢 依旧只能呵呵 OK那么通过一系列的横向对比之后 相信大家对于这五台切面机呢 也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我们把所有的评测得分啊 进行一一汇总 并且根据微博上的投票呢 来一个总分计算 最后 红米Note3全望通以8.25分的成绩啊 获得综合第一 魅兰Note3以8.02分的成绩 获得综合第二 360N4呢 以6.98分的总分啊 获得综合第三 乐视二和龙耀5C呢 则分裂第四位和第五位 而从最后的得分来看 红米Note3和魅兰Note3呢 之所以总分高出一大截啊 是因为他们分别在两个关键因素上 获得了更好的成绩 也就是所谓的痛点功能 魅兰Note3呢 集中了外观和续航 而红米Note3全望通呢 则是集中了性能和续航 把总分除以一个大家可以买到的价格 就可以得到一个最终的性价比得分了 当然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点啊 进行重新打分 最终的结果呢 可能又会不一样了 纵观这两年国产手机的发展 竞争热点呢 已经从原来的2000档 拼杀到了1000档 而且千元机的市场竞争呢 似乎要比原来的2000档旗舰 还要更加惨烈 高性能的SLC 金属机身 大电池 相位对焦 高速快充 高颜值 这些旗舰机上才会有的代名词 已经稀疏投放到了这个千元机上 但即便如此 千元机呢 毕竟受制于成本 其实很难在产品的各项功能上呢 做到面面俱到 想要一个综合体验优秀的产品 目前还没有 但是千元机未来会变成怎么样 其实谁也不知道 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千元机大战吧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 那就赶紧订阅大米的视频频道吧 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 因为每一期视频呢 也会同步推送到微信公众账号上 拿出你们的手机 打开微信 扫一扫这边的二维码就可以啦 视频最后呢 大米会通过微博转发抽奖的形式 送出一条大米定制的 这个USB 3.0 Type-C数据线 支持3N的这个大电流快充 有需要的同学呢 可以关注一下大米的微博 参与一下互动转发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些了 我们下一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简单和大家聊一下 就是最近呢 有很多网友在微信公众平台 微博私信里面 跟大米说啊 最近出视频为什么这么慢 其实呢 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啊 第一点呢 就是因为这一期视频 确实是工作量非常大 因为是五台手机一起对比啊 之前大米也没有做过 这么多手机一起做对比 所以说在整个深度视频的工作量上呢 要比之前做一台对比 或者两台对比要大很多 因为做深度视频 本身就不像这个简单的上手体验啊 或者说直播里面简单跟大家聊一下 不用做太多的数据的测试啊 所以说 深度评测里面会涉及到很多 这个详细的测试 然后去根据实际的体验 来去反复做个认证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 会有偶然性 就是说的东西 其实跟实际会不符合 所以说 这是一点 本身这期视频的工作量比较大 然后 所以说会慢一点 当然大米也是加班加点 先把这个视频做出来了 希望对大家构机呢 有帮助吧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大米这边 除了这个视频本身工作量大外 然后 大米本身这边呢 这一两个月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就是 最近大家也知道 就是手机发布会 手机厂上发布新机的频率实在是太快了 然后 呃 就是自费买手机 这个经济压力确实这两个月非常非常大 然后 之前优惑呢 会有一部分广告分成 但 最近基本上完全是处于那种 超大的路不付出的状态 所以说大米也一直在想 就是因为 因为毕竟还是要靠还是要吃饭的嘛 所以说 嗯 一直在一直在有点忧虑这件事情 呃 但 但确实你说做独立评测 这个确实没有太多 呃 好的营运方式 比如说 呃 我是不可能上厂商去收什么公关费啊 然后呃 去帮厂商打打广告啊 这类大米是不可能去做的 然后呃 你说像以前有一个什么其他第三方的那个来投你广告 现在其实比较少啊 所以说呃 收入方面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呃 大米呢 也是最近就听取了一些网友的建议啊 就是呃 开先先把这个淘宝店卖些周边啊 开起来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这个平时啊 评测的时候的购买手机的压力吧 呃 总之做独立评测件事情呢 呃 到目前为止 还是处于那种压力比较大的状态啊 但不管怎么样 呃 既然自己选定的就继续坚持吧 呃 也不多说 也不说太多就是煽情的东西了 总是大米还是会坚持把这件事情去做好的 但是啊 目前的状态呢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额外的因素来影响做视频的这个效率 这个没办法 因为确实在没解决 呃 经济压力的前提下 那确实很难 就是说你把全身心的精力去投入到这个做视频这件事情上 啊 不像不像去年啊 就是呃 就是一心的是在做这个视频 现在就是呃 会考虑到就是怎么生存的问题 所以说啊 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吧 反正呃 视频呢 还是会继续努力做得更好 但是呃 确实得想想怎么更好的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的这样 这样一个状态 呃 好了 不多说了 今天就说这些吧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0 0 9 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